Hello,欢迎收看公民丁 在接下来的几支影片当中 我们会和大家介绍民法 在这个章节我们把它分成四个部分 分别是规范事项、行为能力、民法的行使原则以及民事责任 我们今天就从民法的规范事项来认识民法是一部怎样的法律吧 首先我们从民法的名称可以发现 它用人民的名来作为名称 就代表说民法的规范事项是人民之间或者是私人间的权利与物关系 而这些权利与物关系主要分成两大部分 也就是财产以及身份 这支影片会专门跟各位介绍财产这个部分 在民法中的财产相关法律主要是要处理私人间财产的权利与物关系 在这边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法律语言的博大精深 我们日常生活中一些稀松平常的事情 如果用法律的眼光看来到底有多浮夸呢 有一天好好早上到早餐店买火腿蛋加大饼奶付给老板50元 这个情况十分的普遍大家也不陌生 但是如果我们用民法来说明这个行为的话 准备好咯 卖方也就是老板以下称卖方 将约定物品也就是火腿蛋以及大饼奶 专一给卖方也就是好好 跟买方必须支付金钱的法律行为 卖方有招付商品的义务 也有要求顾客支付金钱的权利 买方有支付金钱的义务 也有要求卖方支付商品的权利 不就是买方有权利卖方有义务 还是卖方有权利买方有义务 总而言之 这个行为就是买卖 买卖这个行为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 它就是属于民法的规范范围 大家只要用日常生活的经验就可以理解 你和老板双方达成共识 双方可以接受这个买卖 那么你付钱老板给你商品 这个买卖契约就成立咯 从这个例子就可以发现 买卖原则上只要口头意思上同意就可以 不一定要订订书面契约 不过如果是土地或是房屋的买卖 则是规定要有书面契约才会成立哦 我们再来看看那个例子吧 好好向点点借了50元 说好明天还 那么民法又会怎么看待这个行为呢 准备好咯 好好向点点借50元 好好为债务人 点为债权人 债权人将金钱交付债务人后 有权依照约定要求债务人清偿债务 债务人群的债权人之金钱后 有意约清偿债务之义务 当债务清偿后债的关系就此消灭 好总而言之呢 这个行为就是借贷 在借贷里面呢 大家要比较注意的是它双方的名称 一个是债务人 是跟别人借钱的 所以有偿还的义务 因此被称为债务人 相对的把钱借给别人的 就称为债权人 大家不要搞混咯 刚刚我们介绍的买卖以及借贷 就是属于民法当中财产的相关规范 但是除此之外 还有许多财产的行为是要民法处理的 像是把东西送给别人的赠予 或是租小说 租漫画 租车的租赁 还有更多与财产相关的行为 都会被规范在民法里面哦 在这里我们要补充一下 我们日常生活中会达成很多契约 像是刚刚讲过的买卖以及借贷 绝大多数我们都是靠口头来完成的 这绝对是有法律效力的 不过如果今天牵涉到比较大的金额 那么书面契约会对于彼此权利义务的厘清 更有保障哦 此外书面契约上 双方可以用签名或是盖章的方式来定契约 不论是签名或者是盖章 效力都是一样的 以上就是关于民法当中财产的相关介绍 下一支影片会让大家介绍身份的范围 大家要准时收看哦 今天的公民丁就到这边 大家要记得到Facebook按赞 掌握第一手消息 或是到YouTube订阅频道 只要搜寻公民丁 找水面分享平台就有咯 公民丁我们下次见 拜拜